第九集 生前韩东非死读书 死搞科研的书呆子 他还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只是应用在兴趣爱好上的时间较少而已 如果遇到较长时间的实验等待起 韩东便会在实验室里看电影打发时间 电影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在韩东看来 有些电影的深度很高 认真观赏对他的思维发散有较好的帮助 科幻片是韩东的最爱 然而恐怖片则看得较少 并不是害怕 只是对于这种科学 没法直观解释的鬼灵类生物 不太感兴趣 认为只是人们的恐惧 与现实物种相结合而幻想出来的产物 观赏意义不大 而国产恐怖片这五个字 在韩东的印象中则属于圈前的烂片 扎片 九州电影《中邪》 韩东隐影记得自己曾经在网站上发表相关的影评时 看过一则关于中邪的简单介绍与影评 新手导演花费七万第一场门打造的恐怖片 甚至还包括了男主角拍戏中受伤花费的两万医疗费 实际成片却碾压国内动辄百万千万级的惊悚片 甚至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恐怖片正面对抗 滥货不少奖项 但却在上影前夕出了问题 不知是不是偏方真的中邪了 韩东当时还是很好奇的 试着搜索资源 却发现网上有关于中邪的资源少之又少 甚至比小电影的搜索难度都要大 在查找资源的过程中 韩东发现原本预计上映的中邪突然撤倒 似乎与一些怪事有关 影响比较大的一件事 发生在某港国际电影节上 在放映这部电影时 某位女性观众在观影途中 因受到刺激而开始在影院内来回狂奔 精神层面出了一定问题 韩东则认为 这种采用伪纪录片形式拍摄的电影 会在某种程度与观众产生共鸣 这位女性观众极有可能在儿时 见过类似的场景 从而被完全带入电影之中陷入恐慌 要于当时没能找到电影资源 再加上实验间隔时间到 却有韩东立即进行军体分离 后来就忘记了这部电影的事情 可惜了 如果当时看过这部电影 存活率会大大增加的 这期的电影采用 为纪录片的形式拍摄 讲述了两位大学生 先去农村拍摄有关算命题材的纪录片 在拍摄图中遇到了诡异事件 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恶灵类的事件 看来我们真的会在图中 遭遇科学无法解释的恶灵鬼怪 三天的事件 只要能活下来 就能成为骑士团口中的返回者 从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 死亡率极高 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 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 认真起来吧 珍惜这一次的生命 要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任何生命体 在面对不可对抗的未知物体时 恐惧这种原始感情 就会攀涌而出 只是说 不同人对于恐惧的抗性 与反应不同 经历过一次死亡的寒冬 能极大程度压制内心的恐怖 画面再次来到六人小队 除着装发生变化之外 队伍人手都配备一台 可单手持囊的摄像机 学生证 以及五百元的现金 当然 手腕上的发条装置 也都存在 且重新设置的倒计时 正好对应着三天七十二小时 大家一起行动 很快便走至一处院落前 这里聚集着不少 民风淳朴的 农民大叔大妈 快看了 连外国人都跑来 这王婆算命了 这可在咱村 整足了面子 安东以一种 带有西洋口音的普通话 进行一番询问 得知这里正是王婆家 这些人 都是排队算命的 不过 王婆目前并不在家里 而是到了 东边村庄区上门了 得知这一信息后 众人迅速赶往东边的里坝村 找到王婆所在的一户人家门前 此时 法事已经进入到了最终阶段 一位诡异的红色纸人放于门口 王婆 以手指搅动着碗里的浮水 让一位面色难看的女子喝下 韩东小声地向队长说道 爱德华 要求与王婆建立关系的时间 还剩半个小时 出于礼仪 就等法事做完后 再与王婆接触吧 我需要去一趟厕所 很快就回来 行 你去吧 村里有很多公共的茅厕的 当然 韩东目的并不是去厕所 而是借着事件 还未正式开始前的这段时间 想要提前了解一件极其重要 涉及到自身的事情 韩东来到一处小麦铺前 现实通过日历 许任当前时间为 2015年11月5日 你好 公共电话怎么收费的 啊 随便打 不要紧 老板娘只是在乡下 头一回见到外国人 几毛钱也就算了 谢谢 你这普通话说的 比俺都不要拽 真厉害 韩东出于礼貌而微微一笑 拿起坐机的听筒 谁知就在听筒靠近耳朵时 礼机在脑海中 响起了一阵 让韩东头痛欲裂的尖锐之声 事件场景中 禁止直接或间接使用通讯设备 与外界联络 早说 早说嘛 韩东一阵无奈 其实他是想要通过电话来寻找系统漏洞 他想要打电话给他生前的朋友 确认当前电影世界是否与他生前的世界相同 就算不同 韩东也打算从外界弄来一些恐怖电影的资源 哪怕当前的事件用不上 今后也一定能够用上 既然联系外界的这条路被封锁 韩东只能利用系统 机遇的五百元 在杂货铺购买了一些可能会用到的东西 全部装入一件登山背包内 正巧 法事结束 王婆与其老伴 与这驱邪成功的这家人道别 王婆你好 我们是 抵触学生证并进行自我介绍 一行留学生千里迢迢来到农村拍摄纪录片 自然不好拒之门外 当然 王婆也有一定私心 若能借着纪录片而出名 今后的生意必然会更好 因此 王婆很欣然地 答应了六人的采访与跟拍 就在这时 系统声再次传来 你与重要人物王婆建立正确关系 请随后跟着王婆乘车前往事件发生地